文豪作为演员 你们应该也需要去研究那一段的历史吗 是是是当然要 过程中也是 也是会重新找寻自己的 我们说类的族谱或自己的根 像我自己其实还蛮特别的 我是从 我自己一直以为我是外省人 因为我那时候是一直住在眷村 从小 结果后来发现原来也是 那时候在彰化工作 然后之后才去大陆开场 然后之后才因为打仗回到台湾 所以以为是外省人 然后其实自己是道地的台湾人 这样子 那这是一个例子 然后再往前面追溯 可能是日本时期 或是再往前现在的荷兰时期等等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原来并不是我们想像的 这么的单一或是单准 是什么就是是什么 所以才越来越了解到说 原来这样子的世界观 或是台湾的一个历史的状态 以至于造就我们现在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会发现自己 其实心胸是应该要越来越宽阔 其实没有分什么人 就是台湾人 我们是很台湾的 文豪讲到您的出生 我觉得非常好奇 Derek 你过去的背景很特别 您其实也不是音乐课班出生 然后文豪也不是戏剧课班出生 两位一起 还有跟其他的艺术家 一起创作这个音乐剧 Derek 你是选 我是理工背景 是 对 电机 然后呢 去美国读了一个航太硕士 对 所以你一直有音乐剧的梦吗 我其实过去十几年来的工作经验 都是在资讯业 是 也是很巧的 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 有一个机会 我妹妹送了我一张票 去看那个悲惨世界 在巴士顿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对 听不下来 对 我们还有人把它翻成了中文 在街头唱 台语嘛 对 还很参与 台语他就会唱 纳哥你再唱一下 就只会唱这一句 对 为什么是那一个音乐剧 开启了你对于音乐剧的喜好呢 我本身很喜欢历史 然后它可以让我感动到几乎流泪 我觉得是不可惜 你说悲惨世界 对 悲惨世界的音乐剧 那当然不同的地方 因为不同的导演 不同的这个cast 它所呈现出来的方式 可能不大一样 所以它本身让我感动的地方是 它可以结合这个演戏 然后呢音乐 澎湃 然后呢又有这个所谓的 道具 服装 灯光 舞台 真的是结合在一起的话 然后又不能NG 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种 艺术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能了解就是说台湾 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东西 第一个除了费用以外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人才 因为毕竟百老汇 他们已经更云了可能百年了 没错 那这个部分我们才刚起步不久 对 对 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 其实可能也是工作有点疲乏 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就想说 我来试试看 我也没有期待说做得多大 但是我想说我可不可以花个三年的时间 我想试试看做一出 然后这样子的剧 然后就是台湾版的 所以就因为是台湾人做的 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是在台湾发生的故事 但是因为要用百老汇形态来包装它 就是外国朋友也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段历史 它是东西方合并 就是东西方交集的一个点 去找台湾的这样历史的时候 除了比如说如果是美军在台湾的话 就有点像西贡小姐 但是如果是在追溯回去的话 就是发现荷兰跟西班牙人 当时统治台湾的时候 又特别是荷兰那一段期间 书房其实资料非常的多 非常的齐全 可惜就是说我们的历史 在教育里头我们的教历史的时候 这个部分是被漏掉的 对 没错 其实在回溯台湾的过去历史的时候 这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来过台湾 他们留下一些 他们也带走一些 对 其实讲到这个 我们有一首歌开场的就是 文化遗迹 足迹 对 文化遗迹 所以就是每一群人来的时候 他们所留下的文化的足迹 没错 在这一块土地上 对 然后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台湾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台湾人为什么会排队 那过来的可能观光客都不会排队 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们可能是受到这个日本教育的关系 是 类似为什么原住民的这个村落里头 都会有都会有教会的 对 有个十字架 是 这跟以前传福音的关系 传教 传教有关系 对对对对 类似这样子的 台湾其实真的是一个融合了很多很多文化 你说footprint的这样子一个地方 是 非常的 非常多很丰富 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们在音乐剧里面的一首主题曲 好的 这是我的家 这是另一个家 这家 Us何代阿鞍 做我们现在的家 是这是我们的家 这家 这是strom 家 让我们使责 这是我们的プ Odd Female 人� na Rot 现在我们的家 你们ürü迦 我们可以 Sav increasingly 这是我们的家 手 丑 为这家 带我们的家 We are home This is our home Where we belong Hear my son the future Where each man now and now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 This is my home 是 我们请文豪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首歌出现在音乐剧里面 是什么样的情节的时候 然后它的意义是什么 大概是已经在最后最后 快要结束的时候 因为中间我们希拉雅族人跟荷兰人 其实一开始我们是 算是有一点彼此互不堪顺眼的状态 毕竟是两个不同的 而且我们希拉雅原住民会觉得说 这就是我们的土地 你们来这边做卖衣或做什么 你们迟早有一天是得离开的 或是你们把这个地方的资源 如果用完了 你们就会离开 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态 在开在这样的外来者 但是因为在中间接触他们的人 他们的军官或是接触到他们的女生 有一些观念上的改变 然后我们更能够接纳彼此 以至于最后唱出这首 This is my home It's not just my home It's our home 是我们大家的土地的家 是 最后这首歌来做一个小小的据点 延续下去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可能就是造成我们现在这样子 台湾人这样子 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说 其实我在之前我们听到那个 《悲惨世界》那首歌的时候 就是很澎湃很激昂 很能够激起你的热情的一首歌 然后Derek立刻就说 我们现在有另外一首歌 也很棒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代表土地的歌 对 音乐剧对我而言最大的一个 一个收获好了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导演 是从国外纽约来的 那他其实是非常在于制作面 或是对于演员的要求 要求还蛮多的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 以国外他们把音乐剧 当成是一个工业在处理 他们就是有很多的 他们认为就已经是 就是应该要这么做